1953年2月16日 一辆特别列车停靠在汉口火车站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武汉新故乡之旅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纪录片 东湖美丽毛泽东第一集 1953年2月16日 农历正月初三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过年味道 一场纷纷洋洋的大雪 更让武汉三镇银庄宿果 分外妖娆 深夜时分 一列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特别列车 缓缓停靠在汉口大志门火车站 毛泽东出现在了车门口 这一年毛泽东已长长六十岁 人生的一个甲子轮回波澜转过 他要续写新的篇章 此时的毛泽东意气风发 愁愁满志 他开始巡视祖国大地 倾听人民的呼声 描绘新的红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3年的江城雪 来的正是时候 此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 已经走过三年历程 中国大地充满勃勃生机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已经提前完成 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等取得全面胜利 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就要开始了 而动员一切力量 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为整个国家和社会 从新民主主义 转变到社会主义 奠定坚实基础 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 此时在做通盘 长远的考虑 下一步该怎么走 为了解实际情况 毛泽东决定下去做些调查 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他的专列沿平汉线南下 近河北河南 1953年2月16日深夜 毛泽东来到阔比26年的湖北武汉 车队在城市中穿过 毛泽东透过车窗凝视着熟悉的街道和两边的建筑 26年前 毛泽东在汉口参加八七会议后不久 离开这座城市 回到湖南 组织了秋收起义 向井冈山进军 26年过去了 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乾坤巨变之后 毛泽东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此时的心情正像他五年前写过的一首诗 天翻地覆 凯而康 毛泽东对武汉的向往 源于1911年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 长沙革命党人举行了起义 毛泽东很快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裂兵 1918年8月 毛泽东和二十多名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乘船从湘江北上 穿过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沿成林基顺流东下 到达汉口 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武汉 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但他只在这里坐了短暂停留 便从大志门火车站乘车继续北上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复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带到北京 一年后的冬天 毛泽东率领曲张静尧请愿团前往北京途中 在武汉停留了十天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 在这里他起草了曲张宣言 以争取全国各界支持 推翻军阀张静尧在湖南的统治 他获得了湖北工人和学生的热情支持 在武汉期间 毛泽东还和五四运动时期 武汉地区著名革命领袖运带英见了面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 热烈讨论了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彼此交换了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的意见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此时运带英正在武昌横街头 创办力群书社 这给了年轻的毛泽东极大启发 于是当他回到湖南之后 很快也在长沙创办了一家文化书社 他开始喜欢上了这座长江边上的城市 有激情 有活力 充满英雄气概 武汉 中国历史进程中 一个一呼寻常的历史坐标 这是座水系十分发达的城市 长江和汉水横贯市区 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三 形成汉口 汉阳和武昌三镇 隔江鼎立的模样 明代成化年间 因为汉水改道 逐渐形成了新兴的汉口镇 南来北往的各地客商 纷纷纷纷纷纸 纷纷纸驻扎经营 明末清初 这里逐渐称为中国水陆交通枢纽 九省通渠的说法开始流行 武汉也因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别致的名字 江城 1911年的武昌首议 革命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 抗战初期 中日两国军队在这里进行过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 1949年5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 在隆隆的炮声中 武汉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毛泽东在抵达武汉的第二天 便听取了来自中南局 湖北省委 武汉市委的汇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 没有调查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 同时他还说 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 同样没有发言权 所以在他的医生生涯当中 对于调查研究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并不愿意长时间住在京城 他渴望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走 看看和百姓们交谈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这也是他踏上革命之路后的至圣法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来说是百费待兴 对毛泽东来说是这个药物产生 事情是非常多的 但是他为了了解具体的情况 制定国家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方针和举措 还是频繁的外出了解情况 他的第二次外出就是去了湖北 去了武汉 汇报结束后 中南局交通部党组书记 第一副局长刘慧农 去见毛泽东 一见面 毛泽东就握着刘慧农的手说 刘慧农同志 解放前我到过武昌 到过汉口 就是没到过汉阳 我想去看一下 结果这个刘慧农同志就走指 为什么走指呢 因为危险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 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 已向当地同志打过招呼 希望大家配合 劝阻毛泽东不要上汉阳去 去汉阳 因为长江的水的漩涡比较大 水牛急 当时呢 又没有码头 一些条件非常简陋 但是毛泽西呢 他要办的是 谁也难不去 毛泽西就访问一句 你们去过汉阳没有 我们去过 那你们是怎么样过去的 我们做滑子 你们做滑子 我毛泽东可以做滑子嘛 结果毛泽东还是承受 刘慧农紧急调来的一艘 小型客船 朝汉阳开去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 船一直开到汉水上游的堕落口 才回航 船在江水中乘风破浪 毛泽东站在甲板上 兴致勃勃地巡视着汉江两岸 边看边问 到了汉阳 到了龟山上 他想走一走 面对汉水与长江交汇出的浩荡景象 毛泽东 毛泽东手一挥说 这里正是秦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七七 鹦鹦鹉洲的地方啊 1953年2月18日 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五 毛泽东起床后 便对他的警卫李银桥说 今天是初五了吧 嗯 俗话说 初三初四 吃足喝饱 初五初六 登龙庙会 现在正是外面热闹的日子 我们也出去走走 此时武汉这座长江边的城市 正在渐渐醒来 对武汉的饮食 毛泽东记忆犹新 特别是武汉人的过早 过早是湖北地区 人们吃早餐的方言 每天早晨 武汉街头做热干面的早点摊 可以说是最早忙碌起来的买卖 这座城市的每一天 就是从热干面开始的 这座因为水路交通发达 而无比繁忙的城市 充满了活力 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 城中的湖泊 于是 毛泽东武汉之行 第三天上午 忙里偷闲 乘船渡江 前往东湖 东湖历史悠久 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 水域宽阔 烟不浩渺 山水相应 景色宜人 1950年 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 将东湖周围的水域 辟为风景区 毛泽东游霸东湖 兴之所致 对东湖做了一番评点 东湖不错嘛 湖的北面地势平坎开阔 南面层栏叠障 东西两面秋陵起伏有致 整个湖区山水相依 自然条件绝好 是游览休息的好去处 特别是如此浩瀚的湖面 如此清澈的湖水 真是少见啊 自此 毛泽东开始了武汉的新故乡之旅 东湖梅岭 将成为他在江城的又一个家 1926年和1927年之交 北伐的雄壮凯歌中 已隐隐吹来了速杀的秋凉北风 中国共产党人 面临着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 和国民党反动派图穷避现 最终摊牌的考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 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受命担任 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1926年岁末 毛泽东来到武汉 筹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时中国各地的农民运动 风起云涌 但在1926年12月召开的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 陈独秀批评农民运动 是过火行为 1927年1月 为了回答农民运动 到底是糟得很 还是好的很的争论 毛泽东回到湖南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在湖南的长沙县 恒山县 李陵县 湘湘县和湘潭县 这五个县 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 用了32天时间 行程是700多公里 那么考察之后 回到了武昌的都府提41号 也就是他当时在武汉的驻地 回到这号 写下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的早春二月 当毛泽东回到武汉的时候 妻子杨开慧和孩子们 毛岸英 毛岸青 也跟随他来到这里 这就是都府第41号 灰色的砖墙 隔开了大街的喧嚣 装饰着棕色树板的房间 围成一个院子 在这里 毛泽东有一间书房 他把自己的调查成果 整理浓缩成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 怀着身孕的杨开慧 一遍一遍 帮毛泽东腾抄文稿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深情地赞美道 农村中的大革命 骑士如暴风骤雨 迅猛一场 无论什么大的力量 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 瞿秋白 看了这个报告 非常兴奋 为这个报告写了一篇序言 称赞毛泽东 是农民运动的王 那也是毛泽东一家五口 团聚时间最长 享受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 当时他的大儿子毛暗英五岁 暗儿子毛暗青四岁 每当黄昏时分 杨开慧便会领着暗青暗英 走向武昌长江边 和孩子们一起看烟波浩渺的江面 这段家庭生活温暖而美好 弥足珍贵 我们有个感觉 主席也好像有一个 就开始革命 在武汉 他们一下子 在他还过得很好 当时生活 不是杨开慧 对主席来讲影响比较深的 1927年4月4日 毛泽东第三个儿子 毛暗龙出生的那天 恰好是武昌农民运动 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日子 直到毛暗龙出生的第四天 毛泽东才看到孩子 那时的他 穿行在武昌汉口之间 为了革命大业到处奔忙 1927年 中国革命到了非同寻常的关口 现是张扬激情 继而惊心动魄 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洪流溅起的浪花里 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 已经扑灭而来 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 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 在武汉的毛泽东 在革命的欢呼声中 觉察到了革命洪流中 潜在的危险 他在党的五大上提出了 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 但被总书记陈独秀拒绝 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 他登上了黄鹤楼 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 在群雄分歧 战火连绵的三国时期 黄鹤楼只是武昌下口城一脚 瞭望手术的军事楼 进灭东吴以后 三国归于一统 黄鹤楼失去了军事价值 逐步演变成为官商登高艳客的地方 在这座充满历史情怀的古楼上 无数文人莫刻 莫名登陵 富诗吟唱 唐代的崔浩 李白 白居易来了 宋代的苏氏陆游也来了 崔浩在这里写上了千古名句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毛泽东也来了 此时江山依旧却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 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 痛楚和悲怆 在毛泽东胸中静满着 于是他写下了菩萨满黄鹤楼 茫茫酒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川南北 烟雨茫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河之河去 胜有游人处 把酒泪滔滔 新潮竹浪高 关于新潮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批准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 心境苍凉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表达了他非常沉重的忧虑的心情 南北与东西 革命与反动 胜利与失败 历史和未来 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 新潮竹浪高的毛泽东 思考着革命的命运 黄鹤楼 见证了毛泽东在历史突变 关头的深深焦虑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徒刀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公开宣布分共 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 大屠杀 至此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宣告失败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纠正陈独秀又清机会主义错误 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8月 毛泽东离开武汉 回到湖南 9月9日 发动香港边界秋收起义 在攻打长沙 遭到挫折后 毛泽东适时地转兵襄南 率步上了井冈山 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而武汉 也由此成为毛泽东 骨肉离散的地方 这是1919年春天 毛家兄弟三人和母亲 在长沙的一张合影 也是毛家三兄弟 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在这张照片里 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 一副青年知识分子的模样 毛泽民身着乡下粗布短袄 朴素敦厚 小弟毛泽坛 则是个虎头虎脑的学生 1920年 毛泽东带领全家走出韶山 投入革命 1927年 当中国革命处在危机关头时 毛家三兄弟同样面临 何去何从的抉择 武昌城下 兄弟三人再一次相聚 对于毛泽民和毛泽坛的到来 杨开会欣喜一场 毛暗英和毛暗清两兄弟 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几乎天天围在两个叔叔的身边 听他们讲故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毛泽东特意抽出时间来 和两个弟弟一起 带着暗英暗清 由武昌乘坐轮渡 到长江北岸的汉口 喝豆浆吃豆皮 对于革命的前景 他们忧心忡忡 毛泽东对自己的两个弟弟说 和平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三兄弟在一起的日子 也不多了 后来的时局 果然被毛泽东言中 1927年6月 毛泽东让二弟泽民 先护送杨开会和三个孩子 回湖南 暂时留在长沙等候消息 武汉的日子 也就此成为毛泽东 和他的亲人们 最后团聚的时光 就在那一年 毛泽东一家 几乎都遭到国民党的通缉 1935年4月26日 毛泽坛在江西瑞金 壮烈牺牲 十年二十九岁 1943年9月27日 毛泽民牺牲于新疆乌鲁木齐 十年四十七岁 人生一老 青山苍茫 唯有对亲情难舍的记忆 能穿透所有悲欢离合的风雨岁月 将思念的长路照亮 谁又能想得到 武汉亲人匆匆分手 二十六年后 当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已是天翻地覆 乾坤牛转 1953年2月18日午后 游玩东湖的毛泽东 在视察了湖北省委之后 便沿着盘山小道 登上武昌舌山的黄鹤楼 他是一定要登黄鹤楼的 登楼远望 天地广阔 吞吐万象 大气磅礴 毛泽东平揽助力 吉木楚天 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隔断的 金汉 越汉铁路 尽收眼底 不知不觉 已是夕阳时分 毛泽东走到半山腰 他看见一个 炸臭豆腐干的老人 一瞬间 毛泽东想起 自己青年时代的武汉生活 当年妻子杨开惠 在武汉生活的日子里 最喜欢吃的就是炸臭豆腐 那天毛泽东的摄影师 吕厚明也跟随毛泽东 上了蛇山 结果上去以后 没多久 就碰到那个两个小女孩 就看着来了好多人来 一看左看右看 就认出了这是毛泽东 所以两小女孩就跟着 毛泽东并没有留意 他停下脚步 和卖炸臭豆腐的老人搭话 问他做这个生意 能挣多少钱 老人没有抬头 边炸豆腐边说 那不一定 有的时候多些 有的时候少些 这个时候 有群小孩子们 其中有个小姑娘叫赵紫华 当时她有13岁 她讲 她就为摄影师吕厚明 说说戴口罩的这个人 当这个什么官 不敢说 吕厚明也不敢说 毛泽东并本来又不想戴这个口罩 趁这个机会把口罩一拿 取的 取下来以后 我们这个小姑娘一看就很高兴了 小孩说的是毛主席 或者身边工作人家说 你怎么知道 毛主席这里有个字 他小眉眉的问 你呀 是不是毛主席呀 毛主席一看她非常可爱 摸了一下头 很灰色地讲 我长得有点相貌一些 此时反应敏捷的吕厚明按下快门 于是一张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照片被定格了 1953年 蛇山上的时光早已过去 但所有人都会把目光长久停留在这张照片前 这两个小女孩被工作人员就拉着肩膀 不要太完全了 所以在这张照片里来看了 看那两个小女孩洗的后面去了 实际上呢 就实际上就没有出现这两个小女孩在这 在这个小商贩和主席交谈的时候 这两个小女孩又望着主席来看 就那个时候 这毛主席在人们的心目中 已经很影响就很大 连这个小孩都知道毛主席 这个时候小姑娘一下子醒过来啊 把腿就跑 边跑边喊 毛主席来了 这一喊不打紧了 周围的群众呼呼一下呼过来 短短的十多分钟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毛泽东被围在了中间 一时间蛇山上的场面有些失控 结果当时我们那个警察处的一个处长 毛处长呢 他穿着布鞋 他一双布鞋 一双布鞋被拥挤的群众给踩掉一只 踩掉一只 他也没机会再回去捡那布鞋 此时陪同毛泽东的人感到巨大的压力 他们奋力挤出一条路来 护卫着毛泽东朝江边走去 上山那时候群众也 有的人估计到了 从那边上船 从这边下 所以为什么在这边 罗列星那个车 他先上车 后来有些群众一看 以为是毛泽星的 几乎要把车给抬起来了 最终毛泽东开始回到长江边等候的渡船上 船开了 江岸上的人潮就随着毛泽东乘坐的船一起流动 岸上的人在喊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不断地喊 人民万岁 毛泽东长久注视着岸上的情景 感慨地说道 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啊 这句话是那么的感慨万千 也是那么的意味深长 那一夜 毛泽东下塌在汉口的汇集饭店 淡晚 毛泽东要听基层同志汇报工作 他要了解基层情况 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和基层工作者的谈话直到深夜 湖北 特别是武汉呢 是他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因为武汉呢 是九省通渠 那么他在这个旧中国的时候 很早的就作为口岸开放了 他的民族工业也好 或者是经济啊 这方面呢比较发达 他的辐射力的城乡的结合啊 南北结合啊 他地位地区比较聚中 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比较有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曾48次来到武汉 入驻东湖梅岭 每次少则十天半月 长则打半年之久 深夜时分 雪后的武汉静密无声 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眠 二十六年的封烟岁月 怎能不让他思绪连篇 新中国 这艘巨大的航船 怎样才能使向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彼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